他绝对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嚣张的小鬼子 在发布会现场不由分说飞踹对手 被拉开之后依旧咄咄逼人 辱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在发布会闹事 让了自己是富二代才是通天 每场比赛开始之前都要殴打他的对手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他的字典里绝对没有尊重两个字 在击败对手后还要吐出舌头 嚣张挑衅 甚至在击倒对手之后 还要从对手的头上跨过去进行羞辱 然而很多人看不惯他 却又打不过他 凭借彪悍的拳法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 逃取三十连胜 以及高达百分之九十的KO率 放眼整个日本拳坛难寻敌手 曾经更是狂言 早晚有一天会称霸中国拳坛 然而这一次他就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对着新加坡华裔刘聪大打出手 甚至言语威胁 明天要把新加坡选手乱拳打废 直到下跪喊跌 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好 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 哦呦 这个家伙 比赛开始就摇头晃倒 没有错 这是一场大快人心 暴打小鬼子的精彩对局 没有错 想必赛人也看到了 这个小胡子 这个贼美术眼的家伙 就是来自于日本的嚣张拳王 卢泽龙城 然而这场比赛他却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眼前的新加坡小伙 刘聪 好 这场比赛的确很精彩 因为双方选手的火腰味很浓 所以说搭起来之后会更加精彩 好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家伙长着一副典型啊 这个小鬼子的模样 他可以说是全日本有史以来 最嚣张的拳手 你看他的样子 在干什么 跳广场舞 他目前为止已经是 31连升的一个状态 还打起了罪拳 好 这个家伙长着一副 天生就长着一副 欠作的模样 然而这个家伙的实力很强劲 目前为止31连升的战绩 很少有人是他的对手 已经称霸日本拳坛 好 这次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高手 来对新加坡的华裔刘聪 刘聪年纪21岁 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和对方年龄差不多 他出生于一个搏击世家 而且他的爷爷是个中国人 当年也是个抗日红军 好 让比赛来看一下刘聪的眼神 又充满了杀气 怎么看对方小鬼子 他都不顺眼 虽说今天可能是要下狠手了 赛前对方更是狂言 说今天要把刘聪打到下 会喊爹 如果不求饶 那就打到求饶为止 哎呦 这个家伙怎么长得这么欠揍 受不了啊 真的受不了 哎呦 还难想象啊 他也是个富二代 很有钱 才是同天 据说他的父亲是日本的一个黄金大亨 好 比赛晚上开始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 哎呦 这个家伙上来就是飞踹 哎呦 什么情况 比赛刚开始 这个家伙就被打到跪了下来 他还染了一个蓝毛啊 很显然 他自己也没有遇到到这一点 好 一次独秒送给了日本拳手 这个家长得很瘦啊 像一条瘦狗一样 哎呦 又一次 反正旁边短短开始不到 三十秒 两次击倒 看来刘聪的实力果然不俗 刘聪在这个泰国啊 系统性的练习过泰拳 比方的双手放得很低 说明这个家伙很装 完全不做防守 哎呦 又一次 第三次 刘聪一个是大力神的低扫 我们看对方这个小鬼子的拳法 哦 这拳大晃了 对方的拳法毫无张法 就点像这个网络拳 哎呦 什么情况 又一次 哇 一拳打飞的对手 好 我们看 这已经是本季比赛的第四次击倒 第五次 对方的狗腿完全不扛踢 我们来看一下还会不会有这个击倒 第六次 我的天呐 好 就是连续的中拳 刘聪的拳啊 打得还是非常的重 哎呦 什么情况 比方看起来就点晕 哎呦 这个已经神志不清了 我的天呐 好 没有错 这场比赛 采判是终止了对决 短短的不到三分钟 打翻对手七次 我的天呐 这个比赛 呃 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小伙 新加坡华裔刘聪 在短短的一回合之内 干翻对方七次 狠狠的给自己出了口气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那近三年以来 见到过打日本人最精彩的一场对决 我们看最终的话 这个刘聪啊 这几次击倒 每一次都是干净利索 而且他没有任何一句废话 呃 没有用任何的什么卑鄙手段啊 比如说犯规 我们都是光明正大啊 把对方给击翻 打倒 而且最后的这个一拳啊 好 对方已经服了 哦 表示我服了 哥们儿 别打我了 好 让比赛让我们恭喜 这位来自于新加坡的华裔刘聪 战胜了对手 而且他还挺有这个风范啊 好 让比赛让我们再次恭喜 眼前这位来自于新加坡的 华裔小伙刘聪 战胜了这个嚣张的小鬼子 并且这一战是打破了对方 三十一连胜的一个战绩 连续啊 两分钟之内七次击倒 前无古人 后也很难有来者了 并且还拿到了奖金 哦 这是五十万 应该是五十万日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的精彩回放 比赛开始 对方就飞踢开路 但是没有想到 刘聪啊完全不在 哦 这一拳 只是擦到一个边 对方啊 毛手毛脚 而且打法呢 漏洞百出 反观刘聪 却是稳扎稳打 每一拳都是充满了力量 我们看 哦 前手轮摆 后手的勾拳 对方啊 已经是被打蒙圈了 呃 但这样比赛 我们不得不说 对方的小鬼子 的确也很扛揍啊 在吃到刘聪 这么多击 重击 竟然没被打死 啊 运气不错 啊 抗击打能力挺强 那么再次恭喜刘聪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 屏幕前 你的收看与支持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 中国小钢炮远赴日本参赛 赛场当中 追着日本拳击冠军狂偶不值 看待现场裁判 日本拳坛瞬间炸锅 好呢 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中日男子拳击大战 58公斤量级 这场精彩的一局 由蓝方选手李健又宜 日本的拳击冠军 大战我们中方选手黄俊光 这场比赛的话 是一场这个 两人之间啊 有着不小的恩怨 因为黄俊光的师兄呢 在上一场比赛 被对方的这个李健又宜 用重拳啊 打断了三根肋骨 所以说这场比赛 我们的中国小钢炮黄俊光啊 是远不日本 只是只身一人啊 前来不愁 好的 比赛开始看一下 那么蓝色拳套的是 日本选手李健又宜 而红色拳套的是黄俊光 双方不仅是有着一丝一定的恩怨啊 包括赛前对方的这个 日本选手也是比较猖獗 当着媒体面前表态 这场比赛呢 如果王俊光啊 能够挺过一回合 都算咱们赢 但是王俊光 当即也是回应了 对方日本选手啊 表示这个 你今天能够站着走出去 算我输 两人的火药味 可以说是再一次得到了升级 比赛一上来 王俊光这边的整体进攻呢 打得还是比较激进 哦呦 这里六击组合拳 在短短不到两秒钟之内 打了出来 王俊光被誉为全弹小钢炮 15岁啊 开始接触拳击 那么比赛上来 可以看到王俊光 在整体的状态上呢 是占据了绝对性的主要优势 好 又是一套组合拳 对方的这个李健右影呢 他的整体身高 臂展上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 哎呀 王俊光 又是连续的左右开弓 哦哦 这里的话 王俊光 他的全速实在是太快了 不愧是全弹小钢炮啊 因为他的 对方的主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的主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的主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的主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方的主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比赛来到第二回合 看一下在第二回合 王俊光能否再度 持续第一回合的火力 连续正跟腿 对方的日本圈上 我们是打算保持好一个距离 对方的主要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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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到的 そうですね 今左の前蹴り いやこれ 先ですよね そうですね やっぱり相手がガンガン攻めてくるから それにちょっと押され気味な これ思ったより効いているのか という里見です 距離取ってるときはこうやってガード下げて 近づいたときはさすがに上げ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ね パンチがあるので そこはワンジュングワンも タイミングよく見ています 状態もよく動く 左に入るサトミ A2 ノーモーションでワンジュングワン 第2ラウンド終了です それはまた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です ナルシー ナルシー 好来看一下比赛進入到今天的第三回合 今天是三回合的賽制 也是本局比赛的最後一回合的對拼了 那麼王君光 我們的中國小鋼炮 一位20歲剛出頭的少年 那麼今天他在日本的擂台 已經在前兩回合 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完全是有這個 可以為師兄復仇的 這麼一個本領 對 是否加上路啊 是否加上路 我又要成功了 是....... 在座中的地困 我很失係 是...... 我能力与自己的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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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力报道 我能力与我的穩下 我能力与我的穩下 可以看到是王俊光只要一有机会 就像对方的这个李健右影的发起 自于重拳打击 王俊光又是一波进攻 压制住对方的李健右影 此时的对方日本选手呢 他想反击 但是近距离的斗狠呢 明显是我们的小钢炮王俊光更具有杀伤力 而且更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打到比赛第三回合还剩30秒钟的时候呢 此时的王俊光的战斗力以及状态呢 还是很火热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进攻对手的机会 他反过对方的李健右影呢 实际上在本局比赛当中啊 他根本没怎么出拳 但是反被打的 看起来要比这个王俊光啊 还要累 那么这么一个娘炮般的拳王 我不知道日本官方是怎么批养来的啊 那据说上一场比赛 王俊光的师兄 给他打断肋骨呢 也是有现场裁判的帮子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赛结束了 来看一下最终的判法 那我相信他这个裁判 以及观众的这个眼睛应该不吸压 所以说本局比赛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好的 本局比赛一日判定王俊光 斩获了本局比赛最终的一个胜利 打的确实非常的精彩 我们中国小将本局比赛 不仅是复仇成功 而且在这个日本东京的那一台呢 也是展现出自己啊 绝对性的一个压制力 以及绝对的实力 好 让我们恭喜王俊光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但是我要让泰国 还有全世界的人知道 中国泰拳也是无可畏惧的 中国泰拳天才 杀入国际的一台 一分钟 干啪泰国拳王三次 当场爆肝 下坏裁判 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 这场龙争虎斗的中泰队局 好 为什么说是这个龙争虎斗 不仅是精彩 不仅是双方选手实力很强劲 最重要的是 双方选手真的是一龙一虎 中国22岁的拳台小将张金虎 大战泰国高手哈龙 一龙一虎 没有错 眼前的这个家伙 一脸虽样的就是泰国的选手 24岁的哈龙 这个哈龙来头不简单 据说他是考菲尔泰克斯的徒弟 好 赛前的话 对方的哈龙 听说今天的对手是一个中国选手 这个家伙很猖獗 他表示说 如果明天中国选手 愿意跪下来 喊他一声爹 他可以考虑少打两拳 少让中国选手遭点罪 我嘞个天哪 观众朋友们 这个家伙 完全没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 好 这个哈龙目前为止的话 深夜战绩是很恐怖啊 据说打了130多场比赛 仅输了不到10场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中国选手 我们的中国小将 身披五行红旗的张金虎 没有错啊 他的名字里带了一个虎字 本场比赛的话 真的是龙争虎斗 好 张金虎是我们中国的一位 泰拳小将 年纪22岁 这个张金虎长得很帅气啊 有点像这个影视明星 好 虽然说张金虎才年纪22岁 也就是21周岁 但是他呢 这个12岁 就是在练拳 并且目前为止 已经打了超过30多场地局 高达90%的胜率 以及80%的Q率 实力非常强劲 而且据说他的拳法 比修剑良 和死神方便 还要凶狠 而且赛前面对 泰国选手的挑衅 张金虎也很生气啊 表示今天 不打费对手 都算我们输 好 张金虎小伙还是很年轻啊 这个有血性 没有错 比赛马上开始 张比赛 张金虎从侧面上来看 身高上是有着明显上的一个优势 呃 对方的这个凶肌啊 哎呦很大啊 很恐怖 呵呵 但是不重要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场 中泰大战啊 究竟胜的会是谁 反而不要看张金虎 因为张金虎在这个前两天 在泰国的纯泰拳比赛当中啊 他是飞踢KO了对手 也是一炮成名 好 看一下 红防选手 黄色短裤 张金虎 呃 黑色短裤就是泰国的 哈龙 龙针虎斗 好 抓腿 另一中击 哦呦 什么情况 哦 不到半分钟啊 好 我看一下 应该是给了一次独秒 我的天哪 这个 呃 开局啊 就给我们一个惊喜啊 张金虎 好 比赛继续 好 又是抓腿 连续的红拳 哦呦 什么情况 又一次 哇 第二次独秒 我看 裁判又一次给到了 对方泰国选手独秒 好 对方表是没问题 如果再进行一次独秒 那比赛就要结束了 好 张金虎 一鼓作气 连续中击 我的天哪 观众朋友们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三次独秒 好 张金虎 后空翻 好 非常的稳啊 如果 呃 加入我们中国体操队 也没问题 好 这比赛 张金虎 我那个天哪 观众朋友们 这个 很恐怖 第一回合 仅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三次击倒 打响了自己 首场胜利 好 赛前对方的这个 泰国选手很猖獗啊 用各种言语来挑衅我们 那今天 张金虎也是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实力 好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拳手的这个精彩回放 哦 张金虎的这个拳啊 拳方位打击 最后一拳应该是爆肝了 对方的 呃 哈龙啊 他的实际上头部的报价 爆得很深了 已经很紧了 就是怕张金虎的这个重拳 但是没有想到 我们最终是 你看爆肝拳 哎呦 这个拳可忍不了啊 一般人还真挺不住 好 非常精彩 我们中国选手 在国际立台 这场比赛也是 打出了一场 令全世界感到惊认的比赛 好 让我们再次恭喜 我们的中国选手 张金虎 斩获了比赛的胜利 这伙子确实很厉害啊 而且他的这个身形 我们看也很好 肩宽必长 相信未来的话 这个道路会越来越长 要是他才22岁啊 所以说呢 将来打到什么地位 还不好说 有望超越邱健良 好 我们看一下张金虎在赛后的发言 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接下来计划就是 长期在泰国 打这个比赛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伦平尼泰拳 我是首胜 但是我要让 泰国还有全世界人知道 中国泰拳也是无可畏惧的 他是让无数日本人感到畏惧的 倭寇克星 是第一个在日本拿下冠军的中国人 让无数日本选手 恨得牙根治痒痒 看不惯他 却打不过他 只要是日本人遇到了他 都难逃被暴打的命运 不是被重拳打最下巴 就是被乱腿踢断狗腿 不着一回合 就会被打到非死即伤 就连死神方便和邱健良 都对他赞不绝口 他就是人送外号 妖刀的倭寇克星 魏瑞 然而这一次 日本官方却花了5000万 请来顶级拳王 扬言要大费魏瑞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为你带来的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战 倭寇克星 妖刀魏瑞大战日本拳王 牧村藏野 没有错 眼前的杂毛 就是日本官方的 花了5000万 观众朋友们 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 5000块 我觉得都点多 好 没有错 比赛开始 让我们非常少说 蓝盟选手 妖刀魏瑞 红旺选手 日本的拳王 牧村藏野 魏瑞之所以被称为 这个 倭寇克星 因为他呢 这个 专打日本人 观众朋友们 和张美丽一样 他是一个我们中国顶级的拳击手 而且他的腿法呢 不输球剑梁 拳法 不输死人方面 好 连续的低扫 破坏地方重心 魏瑞本身的话 是练习散打出身 所以说他的这个 腿弓啊 还是很厉害 好 好 拳 这个 他的侧踢啊 力道很足 我们看这个5000万 请来的日本选手 有点打蔫 日本官方这5000万 感觉不是很值 哦呦 漂亮 先是 背着这个小腿法 非常有细节啊 先是用左腿 破坏对方的重心 然后再补上右腿 这种连环性的打法 让这个小日本子 没有办法去应对 连续的重击 哦呦 又是一次 好 比赛开始 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已经两次击倒 魏瑞在第一回合 已经把气势打了出来 好 一分钟的时间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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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tient not erratic yeah really smart man good left kick tho t t great arsenal kicking and pun yeah just really smart about it he didn't really go feelings he just went right back to what he was doing before and yeah let's see let's see if that works out for him 哦 nice body shot there 呃 魏瑞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呢 他都很精通 呃 他最开始练习的是散打 那后期呢是专业性的练习过拳击 所以说他的拳法呢是拳击的风格 而腿法则是这个散打的这个风格 he's not overly aggressive where you know he's like bum rushing you but he's definitely 好 没有错 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 非常的精彩 呃 经常有观众朋友们这个拿魏瑞呀和 亭华啊 邱剑良以及此人方便去比较 如果说非要说谁更强 我觉得四个人啊都很强啊 都是为国争光 呃 尤其是像魏瑞啊 他专打日本人 观众朋友们啊 哦呦 你看这一拳 这一拳把日本人的五千万啊 简直就是打进了垃圾桶 没有错 我们打的是个垃圾 呃 魏瑞同样是来自于大东墙俱乐部和邱剑良 是师兄弟 那曾经啊 邱剑良这么评价过魏瑞啊 他说魏瑞的综合实力更强 那铁英华的话 则是一个拳法更强大的选手 那两人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抗日的经历 魏瑞的这个抗日经历啊 更长 而且这个魏瑞长得确实很帅 观众朋友们 好我们看 第二回合 双方选手的精彩对局 哇 一帮日本选手 一副 怂样子啊 估计他已经想好自己的坟墓 卖在哪里了 第二回合 魏瑞的话还是火力全开 都说小日本 那这场比赛的话 对方日本选手啊 长得还真不矮 魏瑞在进攻的同时呢 他的防守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 这场日本选手呢 想反击 这个 都打不到人 好我们看 哦呦 双方换拳 但是 魏瑞这一拳啊 明显是更重 而且是把对方打跪在了地上 好 第二回合的第一次读秒 看一下魏瑞能不能抓住机会 因为对方的眼神啊 哦呦 什么情况 采判赶紧是终止了对局 观众朋友们啊 魏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日本的主场 日本人的擂台上 日本人的 比赛现场 我们的魏瑞也是一拳 打翻了 日本花了5000万 请来的顶级拳王 木村藏野 好 让我们魏瑞批起五星红旗 哦这个比赛打得非常痛快 而且魏瑞的比赛呢 的确是非常的好看 呃 观众朋友们 5000万 如果换成硬币 打水漂 都得打个三天三夜啊 结果呢 呃 买了这么一个废物来对付我们 呃 可以说是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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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 这个日本拳手 正在狂瞻 中国小伙的耳光 在比赛的现场 更是无视规则 掰断对手的手臂 获胜后的他 非但没有歉意 争到了极点 俗话说得好 是可杀不可辱 他完全是在杀人诛心 然而没过多久 他就将一名中国选手的脖子 当场掰断 破手的他 竟然拍起了屁股 挑衅中国观众 这个嚣张的小日本子 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柔术大师 兄母真言 有了高手的降服技术 在擂台上 无数次将对手脖子掰断 尤其是战胜了 两名中国选手之后的他 更是猖獗至极 打中国选手 只会脏了他的手 只要他响 他可以在三秒钟之内 掰断中国人的脖子 嚣张的态度 简直无法无天 然而这一次 他却踢到了钢板 遇到了年仅19岁的 中国武术天才 李胜龙 他年仅19岁 却臂力惊人 无数次把对手 倒把垂扬柳 直到摔到断气为止 他也是中国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武装员 好 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 张比赛文带来的是一场 非常精彩的 中日大战 好 没有错 眼前这个小伙 正在运气 没有错 他是一位 我们中国的武术高手 同时也是一位 硬气功的练武者 好 本上比赛之